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一百只眼睛和一张巨嘴的怪物了吧 阿德的幽默谈吐 瞬间打下了小蜜的紧张和不安 阿德给他看了墙上的一个挂钩 他说 他五年前就定好了 现在他终于有了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 就是《轮左骆驼》的作品 他满意的欣赏起来 晚餐时 德嫂让夫人老瞧 忙碗工作就可以先回去了 他住在乡邻的图曲洛岛上 因为阿德觉得 夫人都有偷听的习惯 他很不喜欢 在壁路前休息了一会儿 德嫂就让小蜜回房休息了 阿德点了一根烟给德嫂 两人相对一笑 透着一丝诡异 隔天 小蜜在整理文件的时候 听到了隔壁来了一位探长 他是为了不久前失踪的前秘书小丽而来的 阿德说 在小丽失踪的前几天 他注意到了他有一些不安 仿佛受到了什么困惑 奇怪的是 失踪后 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私人物品 没有行李 什么都没有 探长认为 一个女孩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突然 仆人老乔出现在了门口 把小蜜吓了一跳 下午 德嫂带小蜜去了镇上 他说 他非常需要一个朋友 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他在岛上非常的孤独 德嫂去做头发了 而小蜜则把一封信丢到了油桶里 他打电话给了一个人 约他到桥上见面 那个人竟然是探长 原来他和小丽在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两人在一起工作 住一个房间 直到他来了威尼斯 他以前每周都会写信 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他的探长看了小蜜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上面满是诡异的信息 小蜜觉得房子里有问题 但又说不上是什么 他想逃离 但又无法逃脱 探长觉得 光凭这封信的话 证据还是不够的 小蜜说他要一直待在那个房子里 直到他查出小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探长劝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桥底下 他看到一个小伙子 递给了德嫂一包什么东西 晚上 喜白白的小蜜 换上了美美的丝绸睡衣 想要去关窗户的时候 外面猛然出现了一个洛塞胡男人 惨叫声迎来了阿德 等他开窗去看的时候 人却不见了 根据他的描述 阿德说那是附近的一个渔民 名叫阿呆 他是一个有着巨人的身体 却长了个孩子的大脑 也就是俗称的呆子 德嫂也来了 看到穿着清凉的小蜜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 他安抚小蜜睡下 给他倒了一杯水 随后放了一片药碗进去 小蜜不想喝 被他硬灌了下去 很快 德嫂的手指 缓缓划过他的手臂 小嘴也牵了上去 在迷糊里 小蜜也渐行配合 眼前的人仿佛画化成了闺蜜小蜜 床头的杯子也被打碎在地 一夜缠绵后 小蜜被小鸟的叫声吵醒 看到完好无损的杯子 似乎昨晚的就是一场梦 但是地毯上的水字 却提醒小蜜 那或许是真的发生了 白天工作的时候 他听到楼下有声响 这阿德只见他拎着两个箱子 进了地下室 当晚 好像来了客人 玻璃杯被砸在了地板上 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蜜悄悄上一楼 直接举对年轻男女在里面happy 其中就包括了德嫂 趁阿德走后 她快不下楼 在德嫂的邀请下 小蜜无奈的准备换衣服 看得德嫂丝毫没有转过头的意思 小蜜一狠心 德嫂的眼神更诡异了 对于大美女小蜜的到来 所有男人都是眼睛放光 德嫂给他倒了一杯酒 又放了一片药碗进去 为了融进这个团体 小蜜喝了一大口 音乐响起 一个男人过来邀请小蜜慢舞 他趁机向他问起了小蜜 男人一口承认 他两个药好的很 证明小蜜也参加过他们的派对 一曲五霸 两人一起在温情的阿尔宾斯抹 阿德顺势放了一段录像 现实版的小红帽的故事 边看男人又凑了过来 这是他们传统的住行环节 德嫂的手也俯上了小蜜的腿 接着现场气氛 快到嗨点时 录像结尾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小蜜 看样子还挺开心的 小蜜的眼睛瞪得滚圆 阿德一看不对 今宝关闭了放一击 第二天 小蜜的工作继续 在录影带里 阿德意外地宣布 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女孩 为了探寻她朋友失踪的身相 自己却陷进了危险的冒险故事 小蜜呼吸猛地急促起来 难道被阿德发现了 晚餐时 阿德继续故事的开头 她认为世界上存在完美的犯罪 她已经把故事和时间线勾划好了 女主的遭遇将会很惨 最后以苦难的死亡结尾 小蜜强忍心里的恐慌 表现得很镇定 第二天 阿德和德嫂坐船去打猎 房子里只剩下了仆人老乔 小蜜感觉机会来了 在阿德的书房里 她翻箱倒柜 果然找到了一串钥匙 她开了地下室的门进去 迈下了环形楼梯 打开了一把锁 里面异常的宽大 堆满了各种成就的杂物 吓我一跳 在一个破旧的柜子里 她找到了一只口红 还有一张残破不堪的小蜜的照片 小蜜的思绪回到了一年前 两人在瀑布下嬉戏打闹 他们是一对情侣 没错 和我之前解说过的躯干和血麻利一样 这时候的欧洲 双心恋很普遍 很多的电影都不令篇幅 给了大胆的描写 脚步声打断了小蜜的回忆 是老乔 他看到了被打开的房门 进来查看 好险 可完蛋的是 老乔走的时候 从外面锁上了门 这下惨了 小蜜被锁在了里面 地下室唯一的通风口 在很高的地方 他搬来了大箱子 坚弱地爬了上去 铁杂蓝的锁 都秀死了 怎么都撬不开 这时 快腾引擎传来 是阿德回来了 他必须得赶快了 带着打刀的野鸭 两人谈销前进了屋 阿德进屋第一件事 就是去拿钥匙 发现不见了 急忙出去问德嫂 这时 好不容易逃离地下室的小蜜 闪了进来 把钥匙放回了抽屉里 一想又不对 把它放在了第二个抽屉 等阿德回来 他已经溜走了 鬼惊的阿德 找到了钥匙后 还是觉得不对头 果然 老乔告诉了他 地下室的通风口 被人敲开过 小蜜想要开船走 却被老乔拦了下来 回去想要打给探长 奇怪 电话里都是盲音 外面传来了气体的声音 是阿德和德嫂走了 完了 小蜜被完全困在了岛上 无聊间 他只能打开了录音机 阿德继续他的新故事 那是一个命中注尽的夜晚 风把月亮吹走了 一个男人半拱身体 滑行在芦苇虫边 传奇躺的 就是那个女孩的尸体 要不是他身上灰色的斑点 和他白皙的皮肤 形成强烈的对比 你还以为他只是在做梦 来到了他熟悉的环郊湖 他把女孩的腿 绑在一个毛上面 把他扔到了海里 这是一起 不可能被发现的谋杀 尸体将永不见天日 鬼的电话响起 是阿德 他说 他跟德嫂晚上才能回来 挂了电话 小蜜清醒过来 电话好了 急忙打给了探长 不晓得是 探长要明天才能回局里 小蜜没事可做 便去海边随便瞎逛 有位同编 一只小船飘过 他找到了一间偏僻的老房子 看样子人刚离开 是那个渔夫阿呆 果然是个人傻话不多的呆子 篮子里 串出了一条海曼 吓着小蜜连连后退 阿呆傻乎乎地笑起来 当着他的面 给曼鱼开膛破肚 一会儿 他的笑容瞬间凝固 小蜜的眉腿 吸引了他的目光 扑哧 他牵着手了 小蜜帮他清洗后 简单包扎了下 阿呆的魂 已经被他勾走了 晚上 阿德带着上次派对的朋友 阿桑回来 他是来参加 明天的打猎活动的 他们去了一下午 德嫂离起了病了 躺在沙发上不断呻吟 阿德说 是老毛病了 德嫂似乎有一种 预知的超能力 他想跟小蜜说什么 嘀咕了半天 只能听到小蜜这一个词 时钟的报纸 惊动了所有人 本该是十一点 却只想了三下 碧落里的柴火 也猛的爆燃 送德嫂回房休息后 阿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有衷地夸赞小蜜很美 小蜜大胆地转过头来面对他 零了 先退绝的却是阿德 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 第二天打猎开始 不按水性的小蜜 只能在岸上配合他们 密集的枪声里 野鸭纷纷掉落 奇怪的是 他的枪却怎么也打不了 这时 枪声渐渐靠近 似乎是冲着他来的 他吓得在芦苇丛里飞奔 身后 阿德也是伸一脚前一脚的跟来 慌乱中 小蜜一脚踩进了淤泥 这个时候 他只能喊救命了 淤泥都快摸到下巴了 危机时候 见着是探长到了 他收到了小蜜昨天的留言 探长扔出了自己的外套 抓了好几次 终于勾到了 可惜啊 衣服不禁扯 很快断成了两件 就在没褶的当口 阿德赶到了 把猎枪扔给了探长 这才把小蜜 从死亡陷阱里捞了回来 对于探长的到来 小蜜表示了感谢 他说阿德他们想合伙杀了他 给了他一把不能开的猎枪 然后伪装成打烈了事故 阿德还在写一本新作 口述了他所做的一切 包括了怎么杀害的小蜜 探长刚想说什么 阿德就进来了 他坚称这一切都是意外 对于那把不能开的猎枪 他说是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小蜜没有猎枪执照 探长也不好说什么了 等第二天阿德去了镇上 探长来找了小蜜 他想给探长看阿德的录音 令人诧异的是 录音带是空白的 就连他打的手稿也不见了 没了证据探长无能为力 看到他上了船 老乔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鬼笑 随后他告诉小蜜 阿德来电 阿德告诉他 最新的录音稿在书架里 听着录音小蜜毛骨悚然 不是关于新作的 而是他自己 一种黑暗的欲望 让德嫂和每一个来的朋友 进入禁忌的世界 就当着阿德的面 他们毫无顾忌的探索对方 是的 他们早就冒合神力了 第二天 在泳池边 看着德嫂和别的男人打闹 阿德再次重申了对小蜜的爱慕 对德嫂的欺骗 他早就习以为常 小蜜不客气了 就直接问他 小蜜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阿德欲言又止 一口喝干了酒 告诉了小蜜真相 那天 他的外面应酬 聊到凌晨才能回去 家里就剩德嫂和小蜜在 在院子里 练习射击的时候 他看到了渔夫阿呆 那强重的身体 让他决定要请他参加一个临时派对 派对上 两个美女肆无忌惮地挑逗阿呆 看了口干舌燥的他 连连灌下烈酒 在小蜜的疯狂扭动里 酒鱼上头的阿呆 一把扛起了德嫂 按到了沙发上 直到留声机转到了尽头 进行发泄的阿呆完事后 又把目标对准了小蜜 他变得异常的粗鲁 刚开始 德嫂还在一旁开心的大笑 渐渐地 场面就有点乱套了 强壮暴躁的阿呆 是两个女孩没法承受的 他死死地掐住小蜜的脖子 等到阿德回来的时候 阿呆已经不见了 德嫂还在昏迷 可怜的小蜜已经不省人事 他本应该报警 但巨大的丑闻 会毁了他拥有的一切 他们最后选择 把尸体藏了起来 听闻这个噩耗 当晚 小蜜彻也难眠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 后面开始电闪雷鸣 书房里的阿德也是烦躁无比 写了好多纸 都是揉作了一团 他摸到了抽屉里的手枪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小蜜的房间外 传来了脚步声 是阿德 一到电闪里 小蜜开了门 两人对视一眼 疯狂地拥抱在一起 德嫂找到了手枪 漫步来到了房间外 静静地听着 隔天一早 一声刺耳的警惕 滑破了沉雾 俞敏在外海 发现了一具女尸 据现场的法医判断 起码泡了好几个月了 年龄在20到25之间 由于长时间海水的浸泡 和海洋生物的啃食 尸体已经是面目全非 火车站里 在探长的跟踪下 小蜜把阿德 送上了去伦敦的火车 随后他跟探长说 之前的一切 应该是他想多了 探长提醒他 你不要玩火 清晨在外海 发现了一具女尸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谁的 小蜜眼睛里 明显闪过一死惊慌 晚上 小蜜确定了阿德 已经到了伦敦 又在他点上了一根烟 屋外 一个男人开门进来 是仆人老乔 他手持匕首 走向了小蜜的房间 就在门两口 他却突然被人袭击了 听到声响了小蜜 想要开门去看 电话响了 是德嫂喊他去客厅 小蜜疑惑地去了 德嫂从沙发里探出头来 跟他说 想介绍一个老朋友给他 他见过最强壮的男人 即使是在喝醉的时候 原来是阿呆 就如同上次和小蜜的一样 两女一男的激情派对开始 阿呆进行地抚摸着 小蜜的美顺肌肤 回过神来的他 跑到了外面 看到的是惨死的仆人老乔 他惊恐地退了回来 令人诧异的是 阿德竟然回来了 原来这些人都是同谋 现在 他们想把仆人老乔 作为最好的替罪羊 至于阿德嘛 他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所有人都看到 他上了伦敦的火车 在阿德的压制下 小蜜毫无还手之力 对阿德来说 则又将是一个完美犯罪 如同他书里描写的一样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小蜜摸到了阿德的手指 当天帮他包到的地方 阿德恍如隔世 停下了施暴 德嫂一看慌了 上来就是几个耳光 反被阿德一把推得老远 德嫂气得抄起匕首 将要去刺他 被阿德几拳揍得七荤八素 一头坐到了壁炉 太阳却鲜血直流 缓缓倒了下去 阿德一看不妙 捡起匕首冲了上去 也被阿德反客为主 结果和德嫂一样 临死前 他不甘心地望向小蜜 终于 他的最后一身 连同他的小说 一起追了地狱 转过天来 看长宋小蜜上了火车 零别前 他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外海发现的尸体 并不是小蜜 火车缓缓驶离站台 嗨子 底音记错 一部作家和秘书 相爱相杀的故事 相信我之前解说的暴露 或多或少地 借鉴了这一部的结构 老规矩 七年的一嗓子 留给第一次 闪亮登场的德国女星 巴巴拉布雪特 有想看她下一部的 评论区见吧 我是艾伦 一个做梦都想当个作家的阿婆 嗨子 我一起来一个的 我们在外 今天是来填坑的 前个礼拜的疯狂寻乐 一嗓子最多 那今天艾伦的全样手法 带来由金发宝贝 巴巴拉布雪特参演的 1971年的千黄金送片 塔兰图拉赌注 本片买一送二 附赠另两个零联系帮女郎 还有想看的 继续一嗓子吧 这里是一个高档的美容会所 来的都是一些达光贵妇 一般人也消费不起 价格贵一点也是有道理的 首席盲人按摩室 手法一流 能让那些逛绝学品后的疲惫身躯 来这里得到完全的放松 今天来的是嘉妮夫人 你看她陶醉的 祝福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 漂亮的接待员小米也接到了电话 是嘉妮的老公法克 她不耐烦地去接 光是打扰了自己的按摩 最后她直接让老公闭嘴 换来的是 晚上老公的一顿毒打 法克拿出了证据 上面是她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 要是让报纸知道的话 她的视野和名誉都完了 嘉妮不休反怒 上去就要撕掉照片 但还是被法克抢回来一半 两人不欢而散 她气呼呼地坐下 打了一个电话 镜头一转 在一间白满古老家居的老房子里 一只皮套手缓缓伸来 拿起了一根西藏的好针 用酒精灯消过毒后 装进了一个针筒里 看样子 她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叫她皮套手吧 晚上 嘉妮家的外面 飘过了一个西藏的影子 屋子里 嘉妮翻来覆起的睡不着 突然 自己的狗子传了一声废叫 什么情况 嘉妮起了床 狗子好好的 她下楼去把狗穿好 拿起一瓶白葡萄酒就上了楼 嘉妮被皮套手按到了床上 翻身过去 罩着脖子就来了一下 嘉妮瞬间就不能动弹了 本篇的第一次点题 随后又被扑子扑子 这个皮套手不同凡响 那个千黄年代 别人都拿剃刀 她却偏偏有好针 也就是我们用来针灸的那种 话说回来 搞了半天 爸爸来开场十分钟 就领了盒饭 可惜了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 隔天 太长马德带队来到了现场 经过全面检查 一无所获 除了一张只剩一半的照片 为了保全名誉 她老公法克 深深对照片毫不知情 她和嘉妮上一次见面 还是好多天前了 但随后 嘉妮闺蜜的出现 直接戳破了法克的谎言 从而嘉妮还给她打过电话 就和她吵架了 心情很郁闷 果不其然 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就是 丈夫涉嫌杀妻后 离奇失踪 俗话说得好 每家都有个小九九 探上马德家里 也有个不省心的老婆 安娜 人长得不错 就是喜欢捣鼓新玩意儿 这不 马德刚到家 安娜就心从中的 递给她一张支票 好家伙 整整六十万里了 哪来的钱呢 她是把家里的家具全卖了 准备全卖新的 马德的心理在低血 但表面上还是强装正顶 她跟安娜诉苦 白天忙活了一天 一点头绪都没有 她都怀疑 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了 隔天警局里 见证科的来报告了 整个屋里 除了家里 就只有她老公的指纹 再去细看那个照片 马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只男人的手 绝不会是她老公的 这边 法克找到了私人侦探 弹弓 那另一半照片 就在她手上 她想要侦探 找到那个男人是谁 当晚还是在那个老房子里 一个新的豪针 准备就去 皮套手又要行动了 她来到了皮扫店外 一道圣人的影子 拉到老场 店里的老板娘打完羊 刚坐下梳骨头 外面传来了吱嘎一声 回到楼下 拉了几下门栓 不好 被卡住了 她慌忙上楼去拿钥匙 皮套手已经撵了上来 老板娘张志忙慌的 和她在假人堆里躲猫猫 奈何觅食相斗 有刀的狠 扑呲 她还是没能躲开被定格的命运 第二个受害者 归西 马德头都快炸了 上一个案子还没头绪 这又来一个 两个女人受害方法相同 但是人际关系里毫无交集 幸运的是 她收到了一条线报 邻居来告密 法克躲在了海边的房子里 马德带上人马 包吻了房子 一通搜寻下来 没有人在家 从满桌的脏盘子和烟头来看 人应该离开没多久 这栋房子是医生的 巧了 还是一个开终于针灸馆的 马德上门去调查 没想到医生一点的轻松 他那个房子 谁都能进去 去年还赶走了一个流浪汉呢 出了门来 刚钻进了车里 身后 法克的枪口就怼了过来 法克说自己是无辜的 逃走 只是为了能追查到真凶 随后就扬长而去了 电影的名字 塔兰图拉毒株 那是一种很危险的小东西 它唯一的天敌 是一种叫做长毛蜘蛛鹰的黄蜂 碰到它 就是一个事儿 从动物教授这里上了一堂课 马德隐隐地觉得 怎么跟最近的案子有点像呢 他拿起了一个 刚刚收到的东方蜘蛛 看到教授神色不对 就知道里面有猫蜘 他命令教授打开它 好险 教授果然有问题 盒子的加成里满满的都是违禁品 教授是大型跨国走私案的其中一环 虽然连环案还没破 但破获了毒品案 马德心情好了很多 周末放假在家 老婆安娜把卖揪家具的钱 只换回了一个豪豪的新床 说好的在家负责貌美如花 这一点安娜做到了 马德还能说啥呢 对吧 意外的是 对面的楼房里 有人盯上了他俩 一个长焦摄像机 把房间的一切都拍了下来 隔天 见证科送来了新的消息 对于那张照片的分析 右上角的模糊点 是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 马德就安排手下 按照降落的轨迹角度 找到拍摄照片的房子 可千算万算 还是没能抵得过私人侦探 他先一步找到了照片的拍摄地方 带法克找到了那个小伙 两个男人 一个赛前跑 一个赛后撵 从地面窜到了楼顶 马德也赶到了 加进了这场追逐 也是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好不容易逮到那个小伙 一扭一打 法克脚下一滑 掉了下去 和他老婆加尼相会去了 马德开始接力 又从楼顶跑回了地面 小伙可真是能跑 马德硬是没能撵得上 一辆红色小跑从后面杀来 砰 这场接力赛才告一段落 完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 就这么断了 不过还好 结下了一封信 红色小跑停在了 蛤屁的小伙家门前 那个戴着帽子的皮套手下了车 进去一通搜 找到了他想要的底片 等马德来的时候 就只看到了 皮套手留下的一盘录影带 楼下的那辆红色小跑 经过检查 是属于那个蛤屁的小伙 第三个受害者来了 就是那封信上的女人 女人刚急匆匆地跑回家 皮套手就来了 她轻轻扭动门把手 突然 门铃响了 十顺的那封信找来了马德 很明显 这个女人也被那个小伙勒索了 所以才表现得那么惊慌 对于马德的询问 女人先有顾虑 她请马德明早再来 打发走了他 女人失魂落魄地走向礼物 皮套手一把捂了上来 一样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还记得皮套手留下了录影带吗 警局里大伙一放 好家伙 这是马德和他老婆安娜的小游戏 同事们都笑作了一团 马德瞬间被破防啊 他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 被他牵的鼻子走 他找到了安娜 告诉他自己准备辞职了 他不能把工作牵扯到家人身上 但安娜说 那个什么录影带 他根本不在乎 皮套手盯上你 证明他怕你 马德心里有点松动了 但随后 马德的内心再次破防 他刚准备开车走 前面的卡车就快速到了回来 幸亏他躲得快 他逃过了一劫 去前面看时 却哪里有人啊 镜头回到了美容会所 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件 只有接待员小蜜发现了一丝端倪 那三个受害者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都是这里的会员 他不安的跟主管劳拉倾诉 劳拉却一反常态 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里面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下班后 小蜜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想要去朋友家借宿玉碗 来到朋友家 开门后朋友没有露脸 不过看样子两人很熟 诡异的是 屋里有一盏熟悉的台灯 这不就是皮套手的房子吗 小蜜一点戒备都没有 进屋就开始换衣服 透过门缝 朋友肆无忌惮地瞄着里面 换好睡衣 小蜜就钻进被窝准备睡了 皮套手再次带好装备 走进了房间 小蜜的瞳孔瞬间放大 四声竭力地大喊起来 可哪里抵得过皮套手 才拍了三个镜头 就这么归西了 第二天 来收垃圾的工人 发现了小蜜的尸体 就那么放在楼下 美容会所里 服务生眼镜端亮了各色饮品 和女客们热情地打招呼 他跟每个人都很熟 也很享受这一份工作 马德因为小蜜的被害 也找到了会所里 他有点怀疑勒索案的背后主模 就是老拉 但目前还没有证据 他开始询问里面的员工 一次一个 女按摩师 服务生眼镜 盲人按摩师 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会戴上皮手套 会是他们里的哪一个呢 一脸冷漠的女按摩师 服务生眼镜 盲人按摩师 还是趾高气昂的主管呢 老拉似乎知道些什么 他让马德等他电话 等找到线索 他就通知他 果然 半夜的时候 电话来了 让现在就去会所 马德急忙起床 告别了安娜 如约赶到了会所里 到了一大圈 哪里有人啊 他缓步走向了桑拿房 哎哟 老拉已经归西了 在地上 他捡到了一片美瞳 立马想到了些什么 这时 马德的家里 一只皮套手 正安逸地 撸着安娜的猫 凶手用了吊虎离山 支开了马德 现在安娜又危险了 猫叫声吵醒了安娜 他起了床 把猫放了进来 这时 马德正好打电话回来 皮套手顺时摸了进去 安娜胆子太小了 直接吓晕了过去 皮套手把安娜抱回了床上 摘下帽子 他竟然就是 盲人按摩师 他拿下眼镜 两只眼睛都是好好的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盲人 假扮瞎子 是为自己的罪行做掩盖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声急杀 是马德回来了 按摩师一看不妙 再次使了狠招 跟马德破码而入 安娜已经不省人事了 马德的怒气时 瞬间爆棚 猛地扑上去 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 反被按摩师揪住领带 翻了下去 两人你来我往 打得好不热闹 想起了在他手上 归系的那么多女孩 马德的小宇宙爆发 深深地把他扎晕了过去 这一切都结束了 好消息传来 安娜并没有什么大碍 休息一阵就好了 按摩师呢 他就是一个偏执的精神分裂狂 因为自己的缺陷 被妻子嘲笑并背叛 一路之下 他送妻子归了席 潜伏了五年 一直到上个月 被加尼夫人勾起了变态的欲望 随后 开始无差别说完 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导演保罗卡瓦拉 曾经拍过那赫赫有名的世界残酷戏谈 在拍摄本片的1970年底 中英两国刚刚正式建交 导演就把中国元素放到了电影里 皮套手加里那满满的古风百事 他的兴器就是中国传统的好真 当然 本片该有的千黄元素也是一个都不少 有些人一如既往的留言说 看不懂 确实 流行于上个世界70年代的千黄风潮 跟50年后的主流影风还是有点脱节的 但MDB上6.3的惊悚片较高评分 也是我想把这影史的小分类 介绍给更多小伙伴的原因了 我是艾伦 一个从没做过针灸的阿婆 哈子 我是雷吉尔 我们在外 今天艾伦的主要首发 带来一部1980年上映的千黄名作 意大利科幻恐怖电影 马德还活着 原名 帕特里克还活着 原因嘛 你懂的 本片生肉自翻 这里是罗马郊区的 赫歇尔健康度假村 漂亮的接待员 小蜜早就等候多时了 他也是刚来没多久 平时除了给老板 一位医学博士当助理 还兼度假村的接待员 现在是暂止 今天只来了五位客人 正在名人法克 和他年轻的妻子法解 一对好朋友 统哥和统姐 最后一个到的是 来自英国的游泳明星谢特 他刚到 就被一阵狗飞声吸引了 那是两只凶狠的德国牧羊犬 用人在用身肌肉喂他们 看到谢特走来 用人语气强硬的让他离开 这片区域不欢迎客人的到来 谢特心生疑惑 心心的走了 度假生活 惬意美好 游泳高手谢特 畅快的享受 勇奢良爽 另外两个女人 却用敌意的眼光 瞄着对方 来这个地方度假的 家境都不会差 他们在意的是对方的身材 有没有比自己哇塞 鬼的事来了 小米打给了博士 却迟迟没有接听 他好奇地来到房子后面 突然 空气里凭空冒出两只恐怖的眼瞳 小米被吓得目瞪狗呆 而每人出现的博士 更是把他吓得一哆嗦 博士再次警告他 这里严禁进入 就是你也不行 小米道了歉 刚想走呢 博士转而温柔地拉起他的手 安抚了一番才放掉 古怪的事接踵而来 法科夫妻俩 为了一点小事吵个不停 听着好像是他出了一点丑闻 一个女佣也找上了谢特 让他快点离开这里 问起什么原因吗 却是吱吱呜呜的 而晚饭时的气氛也很怪异 博士热情地跟大家伙说 他的设备都是顶尖的 如果谁有需要的话 明天可以去他的办公室 可所有人都说 自己没病 来这里就是想好好度假的 小米无意间看到 捅哥的腰间 别了一把手枪 他却若无其事地盖上了他 等小米想几倍时 飞子莫名其妙地炸了 博士一脸正正地告诉他 水晶性命是会这样的 以后用之前 多检查就好了 其他人好像都无所谓的样子 只有法姐觉得这里阴森森的 当晚 两人并没有在一起 法科单独去了一个房间 一口气孤独地半瓶 才欣慰地长他一口气 伴随一片阴间的BGM 博士来到了度假村的一间秘室里 几台仪器连到了三个人身上 而另一间屋里 一个面容呆滞的年轻人躺着 他就是博士的儿子 马德 原来早在几年前 他在一场路边事故里 遭到了不幸 导致一直昏迷到现在 随着BGM的破镜 小米床头的玻璃被再次爆裂 他不安地看向周围的墙壁 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他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 神情呆滞地被带到了密室 看到了那三个工具人 也第一次看到了马德 小米不小心碰到了凳子 这才清醒过来 慌张地一路小跑 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小心脏喷喷乱跳 他没事 法科却没那么好晕了 他一秒都没有合眼 喝光了酒后 天也微微亮起 他索性来到了泳池 跳了进去 这时四面八方的植物 都开始疯狂地摇曳 泳池里也是翻滚不停 直到同姐发出了系列的惨叫 法科已经被烫熟了 等到所有人都赶到 泳池的水已经恢复了常温 面对着诡异的死法 博士安慰着伤心的法姐 他会尽快开好死亡证明 以便帮他举行葬礼 他的判断是 由于法科长期酗酒 导致了体内酒精的累积 或许是一种罕见的人体自然 下午的时候 吃蓝天的法姐还在做梦 童哥鬼祟地偷没进来 在一个抽屉里 找到了他想要的一封信 随后就再次溜走了 童姐呢 她找上了谢特 在她的尊尊诱导导下 谢特说出了她的烦恼 几年前 她酒驾出了一个大事故 三个人当场隔壁 她为了逃避罪责 选择了逃逸 童姐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反倒挽起了她的腰 和她去林子里散步了 灵异的事一件接一件 小蜜的打自己 一只无形的手开始敲打 小蜜的眼睛瞪得滚圆 上面赫然被打了 我在等你 小蜜再次受到了召唤 一向下门被自动打开 很显然 那是马特干的 她似乎有着一股魔力 召唤小蜜来到房间 等她坐下后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小蜜一下子又清醒过来 慌张地跑出了房间 晚饭的时候 大家伙都挑明了 他们来这里 都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控除他们罪恶的信 童哥是个毒贩 童姐是个战监妹子 法科是一对政客夫妻吗 为了爬到医院的位置 不知道吃了多少人血馒头 谢特已经说过了 那些惨烈的肇事逃逸 唯独博士一声不吭 整个度假村笼罩了一片阴云 每个人心里都是各怀鬼态 只有好心的女佣 再次警告了谢特 让她赶紧离开这里 谢特一笑了之 她刚走 女佣就捡到了一张塔罗牌 那赫然就是亡灵之牌 果不其然 下一个就是谢特了 一阵腰风再次袭来 在一片犹如狼嚎的全肺里 谢特下的屁股尿流 她风一半地跑了回去 就在她面前 地下室的铁栅栏自动打开 一对蓝色的眼瞳飞了上来 她大叫一声想要跑 铁门瞬间被锁死 不管她跑到哪里 眼瞳都捏得她不放 噗哧 一切都结束了 等了九岁的童姐走到外面 患有的来到铁门外 里面的惨状让她尖叫不断 眼瞳并没有放过她 一路尾随她来到了厨房 突然 灯灭了 眼瞳又一次闪现 一颗果棍悠悠地腾框而起 咔嚓 童姐实至名归 惨叫声惊动了所有人 一晚上的功夫 就离奇地送送两个 只要剩下的人都吓坏了 史无前例的死法 都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一切是不是有鬼魂在作祟 博士已经报了警 探长还特意关照 在她来之前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 但眼瞳并没有放手的打算 她再次盯上了小蜜 一次次地把她的火柴吹灭 同样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只是这一次 小蜜放弃了抵抗 马德的呼吸渐渐急促 是她 干的了那些客人 又屡次控制了小蜜 等小蜜清醒过来 一切都完了 这个时候 捅哥不想留下来坐一袋币 他答应了法解 一会儿车库里碰头 两人开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马德早就察觉到了 他无处不在 等待法解的 只有那一个字 来了五个客人 现在就只剩捅哥了 他在车库里没找到法解 也没放在心上 可车子怎么也启动不了 一回头 好家伙 他想要逃走 门窗瞬间被锁死 一片白眼腾起 弥漫了整个车厢 地下室里 博士露出了他的獠牙 原来当年发生了车祸后 他花了很多精力 终于查到了 那个时段路过了六个人 但无法确认是哪一个 只能借着免费度假的名义 把他们通通都喊来 让儿子亲自报仇 前面的五个人已经搞定 现在就剩下了第六个 小蜜 天哪 原来他也是猎物 小蜜被一阵怪声吵醒 马德又来了 杯子炸裂 一片绿光呼闪 小蜜痛苦的一头栽倒 忽然间 绿光消失了 是马德在最后停手了 博士气坏了 既然你下不了手 那就我来 他准备亲手去干掉小蜜 把儿子报仇 仪表的指线开始乱跳 助手想去关家的时候 第一个被马德搞定 接着 是第二个 诡异的是 马德没有跟着父亲 而是找到了房子里的 最后一个人 女佣 或许是想要灭口吧 受到蛊惑的他来到外面 每人清醒后想要逃走 马德当然不会放过他 弄断了得木的狗链 一直把女佣碾到了地窖里 气里开场 与此同时 在忽明忽暗的灯光里 博士来到了小蜜的房间 他手持针筒 朝着小蜜而去 小蜜突然进行 炸了尖叫起来 这一下给马德发现了 控制了父亲的手 不让他刺下去 博士拼命挣扎 但还是敌不过儿子的强大力量 就在小蜜的面前 一针扎到了自己胸口 这个幕后的罪魁祸首 小蜜想着赶紧逃走 可门窗都被马德控制了 他只能顺着唯一的通道 来到了地下密室 望着眼前的男人 小蜜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他无力的贪忍在地板上 随着那阴间的BGM再次响起 一声惨叫后 孩子 抵着说 电影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是小蜜隔屁了 还是马德醒了 导演没有交代 作为一部翻拍电影 据说笔原作 增添了很多标准的千环元素 包括那千奇百怪的隔屁方式 大块色彩的运用 还有 那刺激了你 色彩线素飙升了BGM 奇怪的是 我怎么都没有找到原版电影 豆瓣和阿弥陀佛都是 哪个小伙伴知道的 请不吝赐教 我是艾伦 一个相信意念控制的阿婆 比如 梦到自己送了彩票 嗨子 我是雷基尔 我们在位 有人说一部电影不够看是吧 安排 今天艾伦的全角首发 带了十本你没看过的 意大利老电影 台名不分线后 有喜欢哪一本的 弹幕里告诉我 我在完整自翻 伊斯坦布尔的混蛋 1960年上映 一个年轻的巴黎二手车销售员 幸运地中了大奖 他辞掉了工作 带上女友 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生活 在当地的夜总会里 认识了一个美艳动人的歌手 而老板很快就发现了 他是个爆发户 他的朋友也来找他 想要分一杯羹 一场儿与我扎的博弈 就此开始 值得一看的是 除了法国女性安妮杜普雷 那完美的身材 伊斯坦布尔一国秀美的风景 本身也是一大亮点 死亡不分性别 1968年上映 一部带有吸取客客式 悬疑的黑色电影 二塞罗综合症 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经常会感到不安全 总是怀疑配偶对自己不忠 并强迫式地搜寻 各种所谓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甚至会采用盘问 跟踪 侦查 拷打等手段 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偏偏我们的男主 是一个老警探 面对年轻貌美的妻子 不停地试探他的忠诚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玩火自焚 孕女七世 孕女情 1968年上映 本名糖果 国内是个英名 太牛了 直接把内容全部剧透 一个年轻富有活力的 中学女孩 为了寻找生命的真地 遭遇了一群骨骼的人 和一些骨骼的事 老朋友一看就认出来了吧 一娃艾琳 我们频道的常驻明星 想要先跟这一部的 弹幕来一场子吧 撒旦的木偶 1969年上映 1969年上映 一个年轻的女孩 意外地收到了一笔罪恶遗产 她刚去世的叔叔 把古老的城堡留给了她 和男友从到达的第一天开始 身边的人都要求她把城堡卖掉 但她一直在纠结 直到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本片融合了鬼魂 嬉皮士 乱伦和一双皮 也是该导演的唯一作品 穿高跟鞋的死神 1971年上映 一名巴黎舞厅的女歌手 被一个神经兵男人秘密跟踪了 而她很可能就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 在朋友的帮助下 她来到英国的乡村 想要摆脱那个男人 但人家可不可以轻易放弃 噩梦 才刚刚开始 一部非常精彩的解谜类宣译篇 几个反转让人大呼过瘾 豆瓣和MDB都给到了6.5的高分 杀戮旅馆 杀戮旅馆 1971年上映 一个披着斗篷的人 溜进了一间偏僻的精神病厂所 谋杀了一个女病人 随后 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被展开 小病人继续她的无差别屠杀 给护士用的是镰刀 司机 带刺的铁娘子 老夫人 勒死 一个花车 斧头 女啦啦 公弩 医生和警察 用一个漂亮的女病人坐幼儿 为凶手设下了陷阱 然而 他们远远低伯了凶手 一部美女如云的 斯拉西尔砍纱片 喜欢此类型的 可以去一看 提醒一下 哇塞 四颗星 别动护刑 1972年上映 又是一个常驻明星 巴巴勒布学特 导演卢斯奥 福尔茨的代表作 豆瓣和MDB 都给到了七分 几个男孩 在意大利南部 一个乡下小镇被杀害 发疯的吉布赛女人 变态的年轻女孩 都很可疑 嫌疑犯还在增加 整个村都面临崩溃 造成恐惧的 就是那极端的宗教和迷信 片中害人的暴力场景 在于 当几个男村民 要惩罚吉布赛女人的时候 场面相当的残忍 冰刀 1972年上映 千黄电影的魅力 除了那 真奇斗眼的美女外 凶残的手法 到底哪个是凶手 也是观看时的一大乐趣 本片就能完全满足你 既然不到最后一刻 我也没猜到凶手是谁 不信 你可以去一看 黑猫 1972年上映 吉娃依然美颜动人 一个盲人 做取家的情人被害 她身心放荡 为了能够成为顶级模特 不惜与很多男人暧昧 从那天开始 盲人踏上了艰难的寻衅道路 结局一如既往的经验 黑猫之眼 1972年上映 我们的老朋友 艾德维基·芬妮奇回来了 当年意大利电影《王国》里 最耀眼的女人 许多人心中的女神 本篇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一位江浪才见的作家 住在威尼斯附近的庄园里 他堕落到与他的女佣 和学生鬼混 和当地的混混一起纵影 在陌生人面前 羞辱他的妻子 一名年轻女孩被谋杀时 警方也曾经怀疑过他 当他年轻美丽 自信的侄女 意外地造访时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一个陌生人偷偷在观察 更多的女人归系 而伤害侄女的想法 给了作家新的灵感 到底哪一个是凶手 看到这一切的 是一只名叫撒旦的黑猫 好了 盘点完毕 我把中影片名放在评论区 要等一步的自取吧 觉得这种方式OK的 下一个托布时 盘点继续 我是艾伦 我是雷克萨 门家伟 一个不够看是吧 今天艾伦的全二首发 带来有当红的五个意大利美女 齐聚一堂的歪歪大错 买一送四 其中有两个 是我们频道的常驻 另外三个也是各个挖赛 我个人挺喜欢的色彩制导 1976意大利电影 萧婆墨 五个故事 一个比一个精彩 让你们一次看个痛快 第一个故事 马脸 小生的大街上 款不走到一个美业的少妇 小爱 旁边的是她有钱的律师丈夫 领得一票大老爷们围观 离开嘴巴 留着哈喇子 作为小生的一朵花 插在了牛粪里 大家伙都觉得风和难平 他们怀念了当年的溜冰场里 小爱的慢慢胜财 而小生青年 马德 偷偷的废才一名 她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幻想白日梦 来和女神的各种互动 搂着小爱在溜冰场 优雅地划过 你的朋友们都嫉妒快了 甚至 一路划回了她家 用抱脚垫上楼梯 玩起了当年最流行的捆绑游戏 把女孩吓得一愣一愣的 每当女孩出现 都会成为一道 最大的风景线 等待着眼睛的吃到冰淇淋 诶 知会来了 他们早就在等着这一刻 面对其他人的缠妹 她不屑一顾 她的快乐时光 就是每晚打给女神 告诉她昨晚做的梦 小嘴上骂着无耻 身体倒是诚实的很 有时候 我还得打过来 她甚至会有点小期待 今天马德又有了新的歪歪故事 小爱因为行为不检点 终于被抓了起来 法官在上面宣读她的罪行 而作为贴身法解的马德 不和好意的把佩姐渗了过去 女生不动返校 默默地接受她的骚扰 一起划下了被告时 直到法官判了她102年 让这才尴尬地站了起来 好了 今年的歪歪告一段落 第二天 小爱跟丈夫去看电影 当年最火的世界鬼题材 不死伯爵从棺材里苏醒 慢慢地走进熟悉的女孩 小爱吓坏了 恍惚间 她变成了那个女孩 面对德古拉的疗雅 她一点都没慌 反客为主 按照的伯爵就是一顿肯 这下搞笑了 德古拉落晃而逃 她似乎被马德同化了 脑子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今天 轮到她给对方讲故事了 她觉得照这样发展 两个迟早都会成为神经病 不如用文明的方式 见上一面吧 她把见面的地点 选择了偏僻的废弃厂房 深夜的郊外 一个人都没有 小爱款不走来 惊险恶弄身段 前面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小样 电话里那么嘚瑟 一见面就怂了 看我的 回到家里 她接到了马德的电话 小爱美尔如斯 夸奖她人好活量 马德一点都懵啊 你说懵了吧 我根本就没有胆子来 好家伙 那会是谁呢 很快 答案就来了 今晚的一夜七四郎 是她的朋友 马脸 朋友们纷纷为她举备庆贺 唯有一颗心破碎的马德 晕乎地倒在了马路上 好了 第一个故事怎么样 没看过影视吧 第二个马上来 乔瓦娜拉里塞 豪华的老死在这里 司机法克边开车 边瞄着后座的美颜少傅 美颜顾盼里 风情万种 她是伯爵太太 小娜 对于自己的魅力 她有着一万种自信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呀 也不烧泡尿照个镜子 哎 七六年就有这个东西了 高科技呀 这一顿稍稍作 看着法克那时一个口干舌燥 恨不得把脑袋伸到后座去 车子变成无人驾驶 一路闯过了红灯 压翻了路上 法克慌了神 连连哀求小娜不要解雇她 愤怒的人群 把警察围了上来 可以看到小娜无辜的眼神 警察也秒变小迷地 看着大家伙帮忙推测 对于这种游戏 小娜乐此不疲 又看到了新鲜玩意儿 远古的拍立德 看到镜头里的美景 法克差点迸发心臟病 这失败的照片 换了小娜的温柔巴掌 一回头 小娜就道了歉 法克没有做错什么 这一切的根源 都来自于自己的无敌魅力 小舞的阳光是无死安逸 小娜躺在气垫上 打起了盹 扑呲 漏气了 同样在饭困的法克 无奈地去帮她打气 诶 怎么越打越兴奋了 小娜气炸了 她忍无可忍 想要解雇她 一推一掌间 两人倒在了后座 小娜从挣扎 慢慢变成了配合 郁闷的是 法克提前泄了气 诶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呀 故事又来了个反转 这两个人啊 其实是一家子 平时就好个角色扮演啥的 不过这次的游戏搞砸了 两人掏光了口袋 才凑够了赔偿好车破水的钱 门口真的小车 才是他们家的 法克有心病 医生也没头绪 就建议夫妻俩尝试一下扣死 但几乎没什么用 没想到 争吵后的两个巴掌 唤起了法克的穷风 机会难得 就在马路当中吧 第三个故事 保镖 副家小姐小丽 上个礼拜差点被人绑架 老爸将帮她雇了一个保镖 在美国混了几十年的瞪眼 她有着得天独号的气管优势 能够180度 无死角观察周围 但很快 她就失了手 老话说得好 举话不长眼 后面还是有死角的 小丽都快被逼疯了 丽里啪啦把她骂了一通 丽雅美顿只吃胡萝卜 美西明月 维持素衣 能保护和增强视力 但是气里咔嚓的声音 弄得小鱼食欲都没了 家人没完 她还整天产不接兵 听到一点响动 就有爆发 这次 女孩的猫咪倒了眉 拥有完美战了眼瞳的 加拿大美女 德欧哈顿 你是名场美之一 有喜欢她的 来一嗓子吧 还有几本无肉老片 丽雅真的是静痛直手 对了小丽在泡浴室 也不放过 房间里没事了 不对 水里有没有危险 必须得亲自检查一番 你懂的 挺相信专业 你的身体 对我来说 只不过是任务的一部分 还有肥皂也能变成凶器 尝一口才能确定 小丽直接疯掉 打电话给老爸诉苦 让他换掉这个保镖 老爸还在纽约 几天后才能回来 他向女儿发誓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 肯定抵律词的时候 他就是当天的保镖 没舍了 只能将就吧 在小丽开的派对上 他会仔细地检查每个客人 跳舞的时候也不能放松 但是最要紧的 还是小丽的贴身安全 在得到了一个相吻后 他承诺会消失12个小时 给小丽足够的隐私空间 虽然他这么说了 但小丽完全不敢掉以轻心 这块膏药 哪有那么容易甩掉 没错 他的潜望镜都是特制的 顺着那笔狗鼻子 还灵敏的嗅觉 他一路闻到了楼上 蹦 一个门棍起来 他终于消停了 小丽一检查 好家伙 脸叔子还没停止工作 这事搞大了 男友汹涌身足 我来搞定 在小丽的金户里 邓眼被塞进了雕像 做成了折忍道磨 这位反忍间终于被甩掉了 这小丽还是天真了 低估了邓眼的求生欲 他逃出了雕像 迈着木乃姨的步伐走向房子 小丽似乎听到了什么 男友刚想劝他 邓眼就闯了进来 小丽被屋里催眠 男友被吹鸟赶走 他听得也果然了得 听到房子外来了四个男人 一顿杀杀作 打倒了所有人 他立功了 劫匪就是男友一伙的 小丽这下相信了 和他过去了羞羞的美好生活 第四个故事 牙齿的钱 男人在路上走 一抬头 看到了梦中才有的美景 那是独自在家的少妇 小雪 她想想的房门 自顾自的走了进来 小雪懵了 什么情况 推销员 卖保险呢 男人得意的打开箱子 他让小雪认选一个信封 一打钱 哎哟 还是这好事 第二个还是一样 男人更得意了 一个信封一百万里拉 二十个信封就是两千万 只要你愿意 这些都送你 只要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给我一个小时的爱 小雪跳了起来 简直就是疯子 他让男人带上他的臭钱 滚出这个房子 好家伙 解仓呢 当天说小雪的丈夫在国外 他恳求能多加五分钟 就加实赛一样 他想再进一球 第二天 小雪就订购了昂贵的球皮大衣 正在盘算下一步该买什么的时候 门铃又响了 天哪 还是那个男人 我又带了两千万 想要加赛一场 小雪惊讶的都能看到喉咙口 那自己也成什么了 整部影片里最夸张的一个故事 在金钱的诱惑下 小雪彻底沦陷了 下午 穿载崭新的大衣 他送男人到了机场 他又飞去澳大利亚 永远不再回来 一个小时后 他的丈夫就到了 完美的交易 没有人会发现 这样没完 男人说在厕所里 给他留下了一个金石 最后的两千万 小雪不禁乐开了花 这个男人是上天派来的天使吧 林北的礼物果然在里面 突然 男人闯了进来 他又想加赛了 等丈夫下了飞机 他正好赶上 短短两天 拥有了一大笔小金库 他的心里没自私 万万没有想到 男人在外面等他呢 跟丈夫还是认识的 原来 他负责把公司的钱送回国 整整六千万 现在任务完成 该去做下一个东家的活了 第五个故事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男人四哥找了一间公寓 他唯一的要求 就是房子要安静 总体看来 还是挺满意的 打开窗户一看 好家伙 一个女孩在外面 他口吐芬芳 让他快点混走 四哥友善地提醒他 你跳的话没事 下面的车要倒霉了 关你屁事 那个车是我的 车子有保险的 跳得不算 大姐 开走不就完了 你干嘛不走两步 女孩一想有道理 乖乖地往旁边挪了几步 没想到中了四哥的烧 被他一把抱了进来 他挺有办法的 一句 你的生命线挺长啊 今天注定死不了 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 刚刚还要死要活的女孩 现在莫名地动了心 女孩带他去了对面公寓 哎呦 一跳大黑堵着门 四个小时候被狗咬过 每个汗毛孔都在喊救命 幸好大黑的节目准时开眼 四哥得以躲进了卧室 天哪 是天使吧 笑颜如花地叫呼他过来 那客气什么 四哥手也不痛了 嘴也不抖了 今天真是撞了头彩 正想那个啥的时候 房门咔咔的响了不停 不好 大黑的节目结束了 四哥吓得窜起了柜子 女孩假装睡着了听不到 好不容易等他走了 四哥已经吓尿了 他要去卫生间洗一把 脸都没了 他放弃了 艳雨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 女孩还想挽留他 拉倒吧 我有老婆了 还有两个孩子 女孩气疯了 好进了卧室 可大黑还在等他呢 四哥被撵得到处乱窜 最后被逼到了卫生间 他逃不可逃 滚到了窗外 挥起罐头 他的嘴更斜了 到现在才知道 刚才女孩为什么要跳楼 这个鼓的四哥 莫名其妙的 自己成了大家伙围观的对象 警察 消防队都来了 神父一马当先 帮了一个大帽 拔走了他的鞋子 女孩这才看到窗外的他 开心地以为是来求复合的 太浪漫了 这个地方 他一定要走几个来回 快到了 孩子 第一句说 一系列荒诞的黑色闹剧 漂亮女孩的羽群故众里 揭示了人情中的 自私 嫉妒 贪婪 虚伪 仇恨 还有堕落 有喜剧来讽刺 更有感觉 1976意大利电影 萧火梦 剧情三颗星 卡斯五颗星 华赛五颗星 最后评分四颗星 都几起五大美女的 还等什么呢 我是艾伦 关注我 想更多的门家片 注意看 这个女孩叫小美 16岁的她 清纯迷人 她没看到 隔壁小帅 投来火辣的目光 不到了兄弟们 重来 男孩郁闷地来到阳台 因为老爸 给她带回来一个新号码 都不记得 这是第几个了 诶 她眼前一亮 新春的林家女孩 安逸地晒太阳呢 她的眼珠子 再也无法离开了 今天安乐人全要首发 带了意大利女性 西莫雷坦 首发单集的第二站 1971年 意大利剧情电影 不可处计 本篇的自翻过程 有点坎坷 明天只找到了 关销易语版 怕死 字幕找到了一个 打开一看 但有总会比没有好 是吧 错误翻吧 男孩叫马德 老爸是个 富有的革命分子 自从跟老妈分开后 他一个一个女孩 往家里带 懵懂了他 难免会撞见 跟女孩们 好像是都不在乎的样子 这让他有点困惑 不过今天 他有了新发现 隔壁的女孩 好厉害回来了 去年他去了教会学校 正常会学拉丁语饭愁呢 把他免费给他吃了个行 看到男孩 女孩笑容如何 老爸又去忙了 家里只留下了 第18号号码 小雪跟他两个了 个性奔放了他 穿着随意的狠 年轻气盛的男孩 只能努力地尽量避开 你约躲吧 那约来尽了 肯定是故意地 把他心里犯嘀咕 相比于火来的小雪 他也是喜欢 林家的好力多一点 别看他富二代出生 学习上可是个尖子 一口流利的拉丁语 让女孩羡慕坏了 这就为之后的剧情 埋下了伏笔了 女孩出生在一个 传统的宗教家庭 每天都会前身地祷告 希望得到神力的庇护 可男孩的老爸 是波士比亚的革命者 他可完全不信什么灵魂 但是 也不妨碍两颗 年轻心灵的靠近 好消息来了 女孩的老妈 想让男孩帮他辅导 这可珍重了他的下怀 在家准备了一晚上 要去隔壁上课了 哎呦 烦得小雪又在使唤他了 今天更过分了 让男孩帮他穿拖鞋 把他修得不敢直视 找了个借口溜走了 女孩家里没有男人 老爸几年前就走了 只有老妈和奶奶两个 亮开门脸 天呐 今天的女孩太美了 定了下诚坐下 女孩那无辜的大眼 又毫不客气地怼了过来 太难了 这还怎么交呀 一股奇怪的感觉 一闹不断 对疫情的渴望 吸引着少男少女的 逐渐靠近 一直到 老妈进来提醒 辅导时间差不多了 两人才不舍地松开手 老妈让女儿送男孩出门 后里嘀咕着 还有复习呢 哎呦 还不好意思了 这是男孩的初恋 同样也是女孩的 当晚 叫她辗转地回放白天荧幕时 一声吹响吓了她一跳 哟 好像是女孩的背影 地上多了一个纸条 睡前期的祈祷 明天不见不散 男孩心事若狂 本着纸条亲了一口 正想陪伴她 做一个好梦了 有了女孩的鼓励 男孩的胆子更大了 这段拍得挺不错的 重复地刻画了一对 懵懂的小年轻 如何一步步地靠近 亲密 却又有点害怕 羞涩地纠结 好家伙 把两人吓得一哆嗦 还好 好像没有发现 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女孩 回到家里 开心地守护主导 诶 龙上小雪 怎么在哭呢 原来是她的拘留 像到妻了 将不得不被遣送回法国 善良的男孩 提出了带她去赛星 骑上她的小摩托 两人穿起在 国道的街巷里 三街小路 废弃的城堡 到处留下了欢声笑语 这会儿马德才发现 这个小雪人也不坏嘛 没想到这个举动 让老爸很不开心 为小雪被献兵抓到的话 那就麻烦了 这些丝毫没有影响 马德的心情 因为他又能和 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 今天两人表现 都很正常是吧 那是因为奶奶 在一旁捣乱了 好不容易老妈推走了她 女孩的话让她一愣 昨晚她哭了 她俩终究是 不会有结果的 老妈是不会同意 一个革命者的儿子 娶大的女儿的 男孩匆匆地表白 为了她 或许有一天 她会信教的 一个男人打断了 他们的窃窃私语 是女孩的小叔 一个道麻黯然 他俩老妈美色的教会牧师 门脸刚被拉伤 两人就迫不及待地 啃在了一起 他们爱得如是无狂 不同信仰的禁忌 反而让他们越走越近 她脑子里全是女孩 就连小雪在那 嘟不嘟地念叨 将来和老爸的婚礼 会有多么的浪漫 她一点都没听进去 这一天 女孩给了她一块圣牌 希望她为了自己尝试一下 男孩欣然收下了 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她觉得 教会家庭 也不是那么恐怖的存在 但很快 她就发现 自己想错了 那个牧师小叔 不使得就会 神出鬼魔现身 严厉地纠正 男孩语法中的错误 这让男孩很尴尬 还好 好地相信他 马上就有大胆的提议 咱们出去约会一次吧 家里实在有点拘束 女孩羞涩地点头 金头一转 哎呀 还带了个大灯泡呢 没有奶奶一起 妈妈绝不让女孩 为了感谢男孩 晚上老妈留她一吃晚餐 任凭她喋喋不休地 在那讲耶稣的神迹 饭桌下面 两只手已经紧紧地 拉在一起 架不住老妈的念叨 沉迷在爱情中的男孩 不得不同意了 去一次教会 女孩的眼镜 一下子就亮了 马泽参加了教会的培训 和两个小朋友一起 读读上帝的教会 一回头 神福尔就对会计 抱怨起了 纪念的收成减少 那些俄罗斯游客 给的还是不值钱的卢布 听闻她去的教会 全家人都为她开心 她当然是瞒着老爸的 作为老牌的革命者 要是被她知道的话 还不得骂死她 神福尔叫叫她 你老爸有情人 就是亵渎上帝 除了教会家庭的联姻 其他异教徒 或是不信宗教的 就算她长得多好看 露了多少皮肤 那都是有魔鬼的化身 这严重冲击了男孩的内心 这个世界不可能像她说的那样 她不想去了 可面对女孩的哀求 还是勉为其量地答应下来 去接受最后的测试 有 她也惊吓地说 她自己包杀走了 神父为他们祝福 以后能永远地在一起了 终于得上所愿 两人深情地相拥 言是谁在喊她的名字 睁眼一看 好家伙 就是一场美梦 小雪冰雪聪明 知道男孩恋爱了 让她接着睡吧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还以为是梦里 没想到是真的 可那个凡人精小叔又来了 带着一大楼经文 来证实她的正确 男孩再也没有了教科的性质 匆匆地告别走了 怪的是 女孩对此没有反对 还是乖巧地听从小叔的教导 对男孩的亲密行为 她也惊吓地说了回去 男孩搞不懂是怎么了 她困惑 要和女孩在一起 就这么难吗 跟着她困惑的是 小雪的日常聊拨 让她的防线 有点守不住了 第二天 她再次向女孩求爱 说她已经找到了信仰 可女孩的冷淡 让她心寒 更郁闷的是 老毛说私教结束了 以后女孩都由小叔亲自来教导 好好的初恋 就这么无济而终 马得郁闷地在家里晃悠 这给了小雪机会 借口帮她放松一下 来了一个千米结束 可灵了 男孩还是退缩了 她不想对不起侯丽 老包其实还不错了 她很快就发现了儿子的古怪 但现在听她倾诉 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父子俩好久没有这么交信过了 一路聊着 到了革命者的脑巢 稀里糊涂地 接受了一个危险的任务 明天有纸炸弹 去破坏教会的典礼 那个典礼就是女孩的小叔主持的 为了报复把他俩拆散 男孩决定行动了 一路跟着小叔和女孩进了教堂 简单地乞讨后 两人竟然离开了 一直跟到了一间庭院 男孩只能翻墙爬了进去 屋里有动静 天哪 这要是小叔的家 他一本正经的作者 女孩管不走来 面对牧师 开始了令人诧异的行为 好家伙 这严重冲击了男孩的灵魂 女孩到底怎么了 她是被迫的吗 可看样子也不像啊 她再也看不下去了 找到了包裹 狠狠地扔过去 蹦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她竟然真的做了 亲手杀死了最爱的女孩 狂怒中 她砸毁了自己所有的作品 冲出了家门 老爸和小雪慌忙去追 未知关头 顾上什么现兵了 他们兵分两路 整个小镇都找遍了 还是没找到 小雪本来想起了那个城堡 慌张地赶到 把她的摩托果然在门口呢 好不容易爬到了点城 嗯 你不是想不开呀 嗯 我只是饿了 竟然是一场乌龙 失去了一切 但也彻底想通了 什么青梅竹马 什么教会牧师 合理从来没有爱过她 他们一下设了一个局 目的嘛 就是为了让她皈依 眼前的女孩 才是她的最爱 老爸的喊叫 从下面传来 可两个都是做而信 又而出 孩子 点击接受 一部七年年代 类类的新喜剧影片 有两点需要交代下 这个炸弹 其实是个臭屁蛋 小叔和女孩 并没有隔皮 只不过一个月后 身上的臭味都难以洗掉 而最后城堡底上的一幕 是巴巴拉布雪特演《一生亚中》 作为大胆的名场名之一 1971年 以大利剧情喜剧电影 不可触及 剧情两颗星 表演三颗星 卡斯五颗星 华彩五颗星 作为评分三星版 两张女星的黄金搭档制作 我记得跟咱 我们在外 眼睛的朋友应该看到了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巴巴拉布雪特 她是伦敦美女 她来自巴吉斯坦 她呢 乱石中魂的凯伦美人 还有最多英国玫瑰 外加第一个007邦女郎 六个花旗的绝世美人 能不能称之一部影片呢 反映说 差点意思 至此啊 引始最豪华的007影片诞生 集合了另一位名导 号称美女收割机 一部游离在正统25部007影片之外 你没看过的Sams邦德 今天暗论的全场手法 带来1960年英国动作冒险片 007别转世 皇家夜总会 这时候的007已经光荣退休 一晚上女心中的梦 战乱界的无敌战斗机 成了一个伟大 道德高尚 不见女色的邦德爵士 世界已经风云变幻 唯一不缺的 就是永远有企图称霸世界的坏人 这部 军情六处的M CIA KGB DGSE的四个大佬 联合居尊来请邦德出山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神秘组织 老切集团 短短两个礼拜 四大情报机构就失去了55个特工 唯有007能够力挽狂澜 看破红色的老爷子带人回去 M冷静地掏出一根雪茄 好吧 家里被杀了 王德被迫出山 不想伍德的短命鬼M 很快地被敌人干掉 王德刚看到苏格兰区调眼 集团老大 诺博士已经获得了消息 太主沙手伪装成了M的遗装 还有她的11个妙灵女儿 在张礼仪式前 女孩们的殷勤服务 让邦德有点吃不消啊 自从她退隐江湖 已经多年没碰过女人 何况还是老上司的女儿 最小的女孩甚至早就等在的浴室 每期明月是帮她测水温 那这事奶奶进的被窝也笑了 就算在吃饭的时候 女孩们也不老实 一副排不及待的样子 但那家伙还是低估了老爷子的酒量 回多久 一家老小全都放倒 邦德淡然一笑 深藏公寓名 没想到 当地还有个古怪的习俗 葬礼当晚 寡妇必须找人合房 心里一个鬼 一个骚扰太婆 夫人恼受成怒 换来了几个强壮的风帝手 想要挽回一点面子 游戏规则就是 玩球 结果是这样的 老当硬壮的邦德 让夫人放心大起 深深地被她迷倒 从女儿们的表情来看 邦德凶多几少 按照传统 葬礼第二天的活动是打冲击 老爷子耽误取发 女孩们偷偷放飞了秘密武器 一起带有追踪功能的机器 邦德一枪一个 这个时候 夫人松松地跑来 帮她抠下了发出信号的纽扣 一把剪一弹弓 把纽扣射向了女孩们 蹦 计划失败 给亲爱头面的夫人送上一文 这是有原则的老爷子唯一能做的 接着就马不停地赶去冷顿 敌人当然不会放过她 派出了杀手机的安马仕 还有一辆装满扎压的遥控牛奶车 一路尾随邦德二来 年龄是必备的经典飙车 老爷子是谁呀 她可并非浪得虚名 面对小姑娘 她根本不用什么机关 一个飞鱼也就蹭到了前面 打开铁门 关了 一车赫尘 又是一个崩 这位酱油打得非常简洁 这就有了影片开头的萤幕 邦德律师小致 亲到了钱小姐的女儿 为了方便 我们还是叫她钱小姐吧 巴巴拉绝对是个被低估的搞笑派 同样也是老同事的儿子 进来给邦德做简报 世界地图上的每一个黑色小区 都代表一个特工的嗝皮 难得一个飘红的是邦德的外甥 文希 但已经失恋一个月了 天空一色巨响 五地二轮闪亮登场 不过很快也就没他什么事了 我的医生说 我不能把银子进入我的肩子 什么时候 我如果说我病了 我笨蛋 二十七年后 今夜的国产林领事 之前的这一段 应该都有印象吗 建议要对付的都是女特工 放着脑袋开 准备培养一个AFSD 也就是女特工重建神 那是一个所有女人都想要的男人 然后把她训练成讨厌任何女的 这个任务被交给钱小姐 等着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前小姐的任务就是 连夜把后选人选出来 她采用的是签字把关 排除法加舌间定位法 很幸运的是 第三个就是你了 她不止辛劳 连夜继续面试 从资历身高到体重 放学课再带一点生理卫生 嗯 没问题 确实是一个万人名 下一步就是 把她培养生不喜欢女的 为了迷惑敌人 所有的特工从此都叫林灵奇 我相信在选举的时候 选举导演也是加勒班的 看着眼前的一百个烟魂肥瘦 再且叫0071号的男人 不由得咽了下口水 这一个个活色色香的美女 要拒绝她们有点难度啊 卡车1号展现了一个优秀特工的品质 一药牙一跺脚 挨个送了她们一个被摔 特训完美收工 光是一个新人也不够是吧 邦德找到了新朋友 我们的老朋友连姐 二度初三大帮女郎 她现在可了不得 随便一个电话都是几个小目标 对邦德的入货请求 她当然是不歇一顾了 诶 老爷子开出了她的价码 连姐就不淡定了 无条件免除她前政府的500万税款 没跑了 先解释货内行 邦德交给她的任务 是雪沙木3号007 致命百家的玩法专家 简单来说 就是个合法的出老前高手 帮女郎出马 3号被迷的生活电脑 当晚就被她带回家亲自面试 连姐的豪华别野 看着她目瞪口呆 能够为过效力达到10万英镑 还能报到美人贵 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 只不过她递过了这次任务的危险 连姐自然不会老是告诉她 就这么着 3号第一次来到了Q的实验室 当然了 这是Q的儿子 按照惯例 新人和装备必须是 遮上离家出走的那种 有活起来自己都敢做的铁手 跟走起来就像个透明人的尾形 装缓了枪口的帽子 能喷自己一脸毒气的钢笔 唯一使用的还得是电话手表 也是本片的亮铁之一 双向传送电视收音板 牢力士 直到7年后的罗基毛尔版 潜航者5513 才第一次有了电剧功能 外加可以吸收女孩内衣的惊喜 一切安排妥当 小队有青天一个成员 下一步是要派人打入敌人内部 邦德能想到最可靠的人 就是曾经恋人的女儿 马特邦德 老爷子亲自去了印度 这一段的布景和浮夸道 想必是占用了不少影片的投资 邦德的女儿平遍起舞 美得异国情调 点心的美业精灵 让老爷子想起了她老妈 巴黎 柏林 维也纳 她们都曾一起共舞 老妈当年也是个顶尖的特工 在一次任务时不幸训职 第一次看到青霸 女儿从震惊 到后来能够成为特工的激动 她就和老妈一样 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效力 在伦敦接受了两个里边的密群后 马特被趴往东柏林 喊了一辆经典敌尸 挖了492银版52仙龄 赶上了西柏林 那会儿的柏林墙还没倒 一墙之隔的东面 被一大片红色笼罩 女孩圣人不备 偷偷穿过了围墙 一路走来 她看到了老妈的画像 确实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要喊的某某接待了她 就如同当年接待她老妈一样 在这里秘密受训 某某带她挨个参观了教室 解码和密码般 聚练动物的高科技般 空手道和自尾般 曾经就是老妈小跟班的眼镜 感觉自己迎来了第二圈 但女孩去了老妈当年的房间 从她走后 这里就没有动过 马特灵机一动 迷惑起了对方 在绝对延迟面前 她的心里就荡漾了 细里哗啦的 把晚上的秘密会议全都交代了 练完毕 马流滚蛋 女孩正在琢磨怎么混进会议呢 不一间发现了马头后的机关 则是得了全部费功夫啊 七二八拐的 还正给她找到的地方 会议才刚开始 这个敌人的特工是不是有点像谁 建议拍摄影片的那一年 大帝才干嘛食物 那就排除了导演影射的企图了 原来这是个秘密的国际败卖会 老仙集团的一些名贵收藏 来自几个大国的将军们 为了一张元首的不得提照片 真的那叫一个命魂耳尺 刚混进来的马特正看得带劲呢 那个四街穿了找到了他 不用说了 他也是个特工 收到了最新指示 马特留在了放映室 偷走了所有底片 跑回房间 倒进了马桶 听闻消息的眼镜赶到 把女孩堵在了门口 马特不光不忙 一把扯在了她的电池 眼镜直接光束倒走 循环不停 这个时候大厅里已经乱做了一款 两个礼拜的特训效果不错 零零七的女儿能唱到哪里 在司机的帮助下 将军们鸡飞狗跳 两人顺利逃脱 小大店也不上他们 只能电话报告了幕后老大 作用无数美女的老钱之王 千王 听到计划失败 千王只有最后一招了 去皇家夜宠会豪赌一把 可怜的小大帝 林了还被灭了口 讽刺的是 炸毁的布林墙外 冬的百姓蜂拥而入 准备和千王对赌的 就是不久前张牧的三号 刚和法国本地的特工搭上线 老千集团的女孩们 闻着胃也就来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她们 住进了宾馆 一个法国没腿女孩就不请自来 自北香槟 会所加嫩魔 这儿的女孩都这么open的吗 三号毕竟没有受过 一号的抗女训练 法师冰淇淋 让她的荷尔蒙飘升 你穿着很性感的衣服 James James 我需要你 我想知道你更好 你完全正确 三号瞬间掉进了温柔箱 殊不知 撩妹一时爽 撩完火葬场 回过多久就感到天旋地转 原来喝了香槟里 被女孩下了药 孤独 另一边 连姐早就先一步来到了法国 电话手表的第一次实战 就被老爷子看到了不该看的 得知三号有可能被敌人盯上了 连姐只能再次出马 等她赶到宾馆 三号好险没有隔屁 还在做着春梦呢 女孩并没有想要她的命 叶总会的排局几个小时后就要开始 她的那个女孩还是厌厌不忘 这个时候啊 皇家叶总会里面 千万已然登场 在自家妹子的触用下 把所有的人都迎光了 玩到嗨处 还给大家伙表演了一个魔术 到最火了 主角也该亮相了 存下了十万银银 法国谍报机构 DGAC的老大等他们很久了 正老前出手 一个顶杀 三号一眼就看出了奥妙 千万人影全靠那副透视眼镜 那把它换掉不就行了 由三号吸引千万的视线 连姐也没收快 影片开始进入家庭 压轴的排局缓解 前面两把三号玩伴 赌注全部输光 第三把 还照约定 赌注翻到了三倍 三号问赌场借了五千万法了 不出意外的该出意外了 百家的爆点 千万输了 连姐开心的送了香文 千万自然不会甘心失败 派手下绑走了两人 她的目的就是要拿回五千万的支票 在洗脑设备的刺激下 三号痛不欲生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下一环节美日记 勇装女孩艾克来挑逗 就在她快要扛不住的时候 老千急断的杀手到了 一枪绷了这个失败者 幕后老大决定亲自动手 007银石上脑洞最大的桥段 一艘飞碟 黄黄的降落在伦敦 在法尔加广场 还在前排吃瓜的马特被敌人绑走 一路送进了飞碟 很快消失带了太武士和上空 还记得M的寡妇吗 现在他们的他送来的线索 马特被带去了皇家渡场 为了救女儿 黄德第一次带着秦小姐熟人物 乖乖 这身段 可惜每不过三秒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特工 一个指挥面试的秘书 毫无选拥的被抓了 邦德第一次踏进了诺博士的老青大楼 一场精彩的冒数游戏开始 邦德以为甩掉了看守 却一头钻进了陷阱 穿过那恋人眼花亮亮的迷宫 幕后老大诺博士终于先生 看过第一股诺博士的朋友都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用复制人控制全世界 但他没想到老爷子手脚还挺灵活 一搜子必须的诺博士 好家伙 他竟然就是邦德的外甥 小哥文西 看到被揭穿 文西一点都没花 河版脱出了他的计划 用他发明的秘密病毒 洒入天空后 固然所有女人都变美 就会杀死所有1.5米以下的男人 这个脑洞也是没谁了 旁边的密室里还绑着一个特工 就是不久前测试一号的那个女孩 当文西特色地展示他的另一个发明 可以在体内引起了400次 连锁爆炸反应的药丸 女孩系上心头 有了 假意想成为她的合伙人 解除了钢片的束缚 在飞地里面 全世界领导人的副制品都已经准备就绪 一旦投下这个病毒 这个世界将被文西完全操控 他毫无方便地喝下槍兵 第一次的恋事反应开始 而另一边的密室 被欲望打尽的特工们 也开始了持久 下开大门后 王家赌场内已经是一片混乱 帮着让1号带着女孩们先走 自己打电话求救 一次手挂了电话 有 一直在帮他们的连结 竟然是个双民间谍 连理事实上最大场面的混家来了 西部牛仔 印第安人 法国雇佣兵 追求的美男子 让保罗贝尔蒙多打了酱油 文西一路打着宝格 暴力地来到外面 嘴上最后一声巨响 电视反应启动 所有的人无意倾免 不同的是 其他人都进了天堂 唯有文西 慢慢地追进了地狱 还在 地狱就说 回到影片看到的问题 感觉似曾相识的 嘴角上笑的朋友们 是不是该好好地反思一下 他去年就已经嗝屁了 我是他女儿杜鹏 1960年英国动作冒行片 年底期别算是皇家夜宠会 剧情三星 表演三星 塔娃四星 这款平衡三星版 一部美与如云的另类零零湿蝶战片 我这里给大家 我们再会